为了要让引发长辈能够在社区有许多的学习机会 新北市单学区邓公里办公室过去每一天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办理许多的课程 让社区长辈来充实里内的学习需求 而这一次里长邀请到了书法大师陈金海老师来到邓公里 要教大家如何用国画的方式画出心目中美丽的花朵 高兴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大师陈金海老师来教我们一些营法族的朋友做一个趣味国画 那我们的好朋友们都学得很开心很有成就感 那在这个暑假我们特别主题是我们的牡丹 那牡丹大家知道牡丹就是最贵气的 然后大家也最容易把它展现出来 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这个暑假是牡丹专修班 那可以看到大家玩得这么开心 那里长也很开心 里长表示这一次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了书法大师 来让里内的长者学习怎么动手做出美丽的国画 藉由这趣味的国画学习课程活动 也让长辈学习用国画画出美丽的牡丹花技巧 让他们能够画出大师级的美丽图画 我们金海老师他非常的认真 然后他也蛮多展览 他会在可能会在台北市中央他也曾经去到大陆做一个连展的 然后曾经到国外去欧洲做一个连展 那他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大师 非常厉害的大师 可是我真的很感谢他 他觉得要回馈社区 所以他就来帮我们这一些 林法族的好朋友 然后教教国画 然后给他们一点信心 李长表示这一次在暑假期间 共开了八堂的书画课程 主题是画牡丹花 更是过去国画中常常看到的作画内容 也是带有贵气的美丽花朵 更容易透过大师的指导 让长者们展现出来 也让大师曾经还得教导之下 让里内的长者学习到不一样的作画技巧 记者许端一淡水采访报道